台語在創作作歌謠、歌曲 本身就是要注重它的音韻 所以歌手部我們只是講講 它本身寫是不是有表現絲瓜的意境 是不是它這個詩寫之後 讓人覺得如果要寫歌 音韻是不是很幸福 所以它是注重這個部分 它說它的詩的意向的部分 和它買濾歌的音韻性的部分 上南這次比賽說是台風的特色 現代的台風的特色 它是它的現代的表現 例如我們說 高屎祖的行春宿舊上 這個歌謠性很高 或是說 在見誰要玩 這詩的大學生 中山大學的大學生畢業的這種的 這種的詩法就很有實在性、現代性 就是說 你要對畢業的畢業生 只要出一條歌 讓他覺得如果他離開的時候 他非常發揚這個地方 這個很好 用英靜在那邊這段旅行 它這詩寫得非常好 很有地方特色 什麼地方特色 英靜那個地方的考驗也特色 他自己的入詩 那它的歌的時候很高 英靜那些人就說 英靜在那邊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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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身那詩也會出現 我就希望說 台語歌 套過這樣的比賽 讓它那個歌的文學性 比較高 歌的詩質比較高 它是詩歌 它是歌 但是它也是詩 就是提醒這些台語歌的文學的資訊 這樣就是 說得很大 這我們可以期待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看到有歌 台語歌的歌手 他們在唱的歌 很多都文學生 開始有了 這提醒這個歌謠的文學的資訊 作詞曲 李宗盛